Hello,大家好,我是唐木鱼 欢迎大家来到唐木鱼八字命令频道 今天我们来讲要是加字系列的物质 物质的话呢,是霹雳火 很多人也可能知道说天下没有穷物质 天下没有苦根深,是吧 好像物质的人呢,一般来讲啊 好像是容易发财啊,赚钱啊 好像有这么方便一个说法 那么是不是真的都是这样呢 当然也不完全都是这样 只是说这个概率呢,确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还是老样子 先从心性,喜记,包括婚姻和财观的这些角度呢 跟大家梳理一下 从心性角度来讲呢 物质日出生的人,物质呢因为比较固执 他是一个高亢的养土嘛 反正就是会比较倔强一点 固执倔强一点 但是土呢也有包容吸烂的这个意象在里边 因为土是容易吸收水的 那么他自己做下就是一个子水 那么而且是一个制合的过程 因为子水里头含的是鬼水嘛 物质是相合的 所以整体来讲呢 就是说物质能够直接把自己坐之下的这个鬼水 给吸烂住 有这么一个感觉 那么物质的人一般是比较聪明深邃的 那么也是渴望能够得到一些名声 这个是他的一个个性方面的一个看法 因为这个子水啊 也可以代表他的一个财嘛 对吧 他自己做下也是先天性去带着的 跟他的缘分非常的深 他就一心想要得到这些东西 那么财也代表着财气 也有名声这些方面的一个影像在里头 但是他的耐音上的叫霹雳火 那这些霹雳火呢 一般来看就是脾气方面呢会急躁一点 急躁的话呢就是个性急 并不代表着一定是老是活冒上张啊 之类的这个也不一定都是这样 对吧 只是说可能个性会有点急躁 另外呢也不愿意服输啊 他不太容易服输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这是心性上的一些情况 那么我们再来看从耐音的袭击来讲 耐音袭击来讲的话呢 物质是霹雳火 我们也称为神龙之火 他们遇到水 我们才是觉得他是有贵气的啊 遇到水的话呢 尤其是鬼害 鬼害的话呢是叫做大海水 这个叫做隐凡入胜的感觉 所以年为物质 时为鬼害 那就是比较吉利的一个像 当然你说看到其他的水 人臣 鬼是长流水 也很好 但是他不太喜欢乙卯 这个大溪水 为什么不喜欢乙卯呢 因为子卯是相形的 那子卯相形的 所以的话呢 这里头有这么一个关系在 好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他喜欢木来生柱 为什么喜欢木来生柱 因为霹雳火本身 自己坐下这个止水 是火的胎底 不是很强 比较弱 所以呢 有木来生火 就比较好一些 尤其是根影松柏木 根影松柏木 他特别喜欢 那么当然物贞几是大灵木 也可以 物贞几是大灵木也可以 或者物须极害平地木 都还不错 就是有火来 这个这个这个霹雳火 有这个木来相生的话 还是可以的 另外的话呢 土的话呢 他喜欢成头土和沙中土 这两种土 沙中土主要还是指钉氏 钉氏 因为钉火呢 是正硬 氏火呢 又是木土的这个石干之路 对吧 那么钉氏 他这个沙中土呢 比较喜欢 物影成头土 也是比较喜欢的 物影和物质 他中间是暗拱了一个仇 对吧 暗拱了一个仇 仇就是木土的 还贵人性 天义贵人性 之前我们讲过天义贵人 是吧 所以的话呢 这个都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像 但是 有成头土的话呢 这种时候呢 如果还有井泉水 假生井泉水在的话呢 就更妙一些 那么从金的角度来讲呢 一般都还是喜欢金的 因为金是从火的角度来讲 是他为他所克 为他所用的 神龙之火 配上人参剑锋金呢 就会比较好 剑到极丑海中金呢 也还不错 因为霹雳火 是直接可以把海中金给克制住的 有这么一个说法 海中金本身 常在海底里头 一般的 一般的火是克不了他的 霹雳火就能 他能够直接支批到海中 那么像根层心是白蜡金 也可以 那么他不太喜欢火 因为他本身就是神龙之火 看到反火的话呢 他并不是那么的好 尤其是丙银炉中火 他就不喜欢 那么也不太喜欢 比如说丙神山下火 这些东西 但是呢 甲成乙式赴灯火 还是可以的 甲成乙式赴灯火 为什么甲成乙式赴灯火 还可以呢 因为其实主要是陈和式 陈和式是我们在 这个八卦里头呢 是在迅贡 迅的 风嘛 所以陈和式呢 是带着风的 神龙之火呢 就是如果带着风的话呢 就是比较好一点的 这个像 对吧 因为看到龙也好 虎也好 有风云之像的话呢 就相对来讲 都还不错 所以呢 甲成乙式呢 是因为看在 陈和式的份上 这个赴灯火呢 还可以 好 那么我在这里头 又单独列了几个 这个名称啊 叫裂风雷雨 天地中风 雷霆德门 这个是什么 这是在 妙选上的 这个格局啊 妙选我们知道 就是纳因的格局 里头的 这个专门来论述的 那么这里头讲到 什么叫做裂风雷雨呢 是物子年 遇到 丙武时 我们说 因为 妙选的这里头 都是以年 年柱 作为这个 纳因的 这个主要来论的 那么时尚的话 跟它配合来比较 有的时候是看日识 有的时候是看史 是吧 那么配合出来的 一个结果 它就成了一个 所谓的格局了 那么物子年柱 遇到了丙武 或者是丁尾 这个是天和水 那么这种情况底下呢 就叫做 裂风雷雨格 裂风雷雨格 那么还有的话呢 是物子年柱 遇到了 物天上火 这个始柱 物年 遇到物物时 这叫做 天地中风格 天地中风格 天上火嘛 对吧 那么这个就 有这么一个说法 因为植物是相冲的 还叫中风的意思 还有呢 就是雷霆德门格 那是物子日 极丑时 这个时候讲到的是日 物子日 极丑时 再遇见卯木 再遇见卯木 那么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了 我是在想 它是不是弄错了 因为物子日的话 应该是鬼丑时 对吧 因为物子物鬼和化火 是丙城嘛 往前推的话是 假银嘛 再往前推的话嘛 就是鬼丑 所以丑时是应该鬼丑 怎么写成极丑时呢 这个不太可能 所以我估计有可能是 对头是说的不对 反正但是呢 这个就有这么一个说法 有可能是物子年 也有可能是吧 物子年极丑时 这个是有可能的 物子年 跟时的话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关系 好 那么他如果再遇到卯木 那他再遇到卯木 他说这个就叫做雷霆德门格 这个只是拿出来说一说 我个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能完全直接拿来应用的 只是说看到有这么一个情况 那你看这个人的八字总体格局还不错的话 那配合上去 我觉得是可以加分 如果本身格局就不行 那你觉得说哎呀你这个看起来就不错 那不可能吧 因为你现在好多就是一个年一个时 那中间这两株你都不要看了 你就说哎呀 这个你裂风雷雨啊 你不错了 这个不太好说 对吧 只看两株 这个不能说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只是一个参考 好那我们还是来从婚姻的角度来去看 婚姻的角度来去看呢 首先呢 物质我们一般来论了 婚姻宫跟自己的日干呢 它是一个相合的智合嘛 物贵相合嘛 这样智合 那么就感觉啊 就是跟配偶的感情就比较好 因为合得来嘛 是吧 但是呢 物质呢 本身呢 也是叫八专九丑里头的九丑日 九丑日 那么九丑的话呢 因为往往对婚姻上面也有个不利的信息 好像是有丑事发生 是吧 丑事发生的就是对民意啊 之类的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比如说哎呀 你们最后闹的打官司啦 什么之类的 这方面 那这个民生就不好 这个丑 对吧 就是丑的话是丑事啊 不是太好 而且的话呢 物质的质呢 是质物毛有 就是广义上的桃花心 那么 这个桃花的话呢 好像一个是物质自己做下去的桃花 还是自己也比较可能容易风流 是吧 一种呢 可能是质的是配偶 因为这是婚姻宫嘛 你可能代表的配偶 你一注来论 你说这一注就代表你日主自己的话 那你自己有这方面的可能性 那代表着 这个代表的是婚姻供配偶的话呢 他也有可能性 因为那么都是有桃花的话 可能异性缘比较好 所以也容易造成了一些 这个对感情上不利的一个因素啊 这是总体来讲 不论男的女的啊 他都有这方面的像 首先一个好的像对吧 也有一个不好的像 到底好不好呢 还是要总体来 一起来看的 好 那么我们还是首先从男命的角度来看啊 男命悟途呢 叫做鬼水就是妻心 那夫妻公子水就是妻心的路位 所以这个就是妻子能力也比较强 因为妻子得路嘛 婚姻宫就是他的路位 或者的话呢 就是也叫得到正位 就是我本身应该做 婚姻宫是老婆的 结果正好 妻心就在这里头 那特别的正 特别的正的话呢 就是也比较有正当正统 或者这个人比较传统 正直善良 有这么一个很正的感觉 那么而且我们说这个因为路 本身对自己来讲 能量也比较足 所以说好像要么 也比较厉害一点 或者说各方面呢 能力也比较不错 那么在我们看女命来看的话 女命是一 悟途是以慕作为复兴 以慕的话呢 在此的话 她是属于病例 就是表示丈夫就比较弱了 是吧 容易生病 或者说能力不算很强 心思比较多虑 但是呢 可以得到妻子的照顾 为什么 子水还是会来生这个荧幕的 婚姻宫对我是有帮助的 那么作为老公来讲的话 婚姻宫对你有帮助 就代表妻子对你还是比较不错 有这么一个相在里面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羊干和财的角度 首先 人物只见到鬼丑 物只见到鬼丑呢 是天和地和 天干呢 物贵和火 地之呢 子丑和土 那么上身下 虽然是比较有情了 因为相生嘛 比较有情 但是呢 不算很尊贵 因为我们一般觉得 上是为贵 下是为卑 上身下的 尊来生卑 对吧 就不是那么的贵的相 但是呢 毕竟从子到仇 是一个尽角和 而且呢 仇也是天以贵人心 那么一相和 是我得到天以贵人心的 这个意思 对事业 或者对其他的一些事情来讲 总体都是论好的 总体都是论好的 好 这个从物贵 见到鬼卯的角度来看 物贵见到鬼卯 那么卯木呢 是他的正观心 所以呢 他看起来是 何来的财观 但是之前我们讲了 子卯相形 这个关系 不是非常的好 那么 再加上 从神上的角度来讲 卯木的话呢 也算是 廖恶心 廖恶心 廖恶心的话呢 我们 神上方面还没讲到 是吧 实际上也是很容易记得 这边 反正可以顺便的说一下 什么叫廖恶 廖恶就是 首先来看你的桃花 是在什么地方 那么 生子曾见到 有就是桃花 桃花的对冲之味 就叫廖恶心 廖恶心 有一个可能就是 感觉就是会 百废功劳 出离了 就是没有 没有很大的功劳 就是这个感觉 好 那么 物质见到鬼市 物质见到鬼市的话呢 似乎是 乌土的甘露 那么而且呢 鬼水的露位呢 是止水 所以这两个是叫 互换露位 一般我们看到 互换露位的 两处是互换露位的 对事业都是比较有利的 都是比较有利的 而且呢 这个天干明和地支 也有一点暗和的这个味道 就把这个路 也和过来了 虽然从神煞的角度来看 也是有大号 或者结煞 不是好像挺好 是吧 但实际上 总体来论的话 还是不错的 物质见到鬼位的话 卫土也是天以贵人心 只不过呢 卫土跟见到止水的话呢 是只为有个相穿的 穿过来 穿过来的话呢 这个天以贵人心 对我事业上是有帮助 但是也有破财的可能 因为他同时 尖了一个结彩 来穿了你的这个 做下的财心 是吧 虽然事业上来帮助 但是我可能还是要破点费 也有这种象战里面 好 那么物质见到了鬼友 物质见到鬼友 那么有金 刚才说的生子 曾经到有就是桃花心 这个桃花心呢 只有的关系 也不是非常好 看起来呢 有金是来生子水 但实际上呢 弟子的关系里头来论的话呢 还是破子水 所以呢 如果是已经有了分配的话 还是要防止桃色 感情纠纷这些 来影响了婚姻 如果没有结婚的话呢 这个还可能是 是个硬妻 当然还是不错 一个桃花一来 也动了婚姻功 是吧 好 最后我们来看说 物质见到鬼害 之前我们说鬼害就是 大海水 这个叫做 隐烦入深的一种感觉 还是不错的 但是 我们如果从 止水到害水的 这个角度来去看 往后退了一位 这叫退角合 是吧 那么可能 一般我们也建议 见好就收 你一直盲目投资下去的话呢 你可能前期还好 后期就会有可能 不好的情况发生 所以这个就是叫 退角合的时候 我们往往建议 还是要小心的 那总体来讲 物质见到鬼害 还是论基的 因为天干是 直接 这个角物和地质的话呢 阴阳相配 有的时候也会 印到 婚姻方面这种像 都还是不错的 好 那么今天我们先来 大概的介绍 物质 这个 这一株的一个情况 好 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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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